好 我们今天来介绍这个一键换一的工作流 这个主要是从这个工作流演变过来的 然后有人做这个Comfy UI 版本 这个 这个呢 比较好装 这个呢 是一开始的浓缩版 就是有人改编过的 这个可以在这个管理器这里找到 然后呢 一定不要装这个 这个呢 你一定都装不起来 一定 一定装不起来 这个不要装 不要装这个 比较多星星这个 这个百分之百装不起来 那 然后呢 为什么 我要一次用两个演示呢 因为齁 这个实际上齁 就是有一个缺点 它虽然是说你可以打提示词 在这里打衣服 可是实际上呢 你是无法去指定区域的 你要指定区域也是可以 你可以用这样 open mask 然后用重绘的 用重绘的这样 这样 然后 你如果用重绘的这样呢 这个 mask 就不要接这里 就要这个 mask 拉过 这样 那这个是它这个用 setgment anything to 这个方法 这个预设都用好了 大家其实不用去更改 主要是这个遮罩大小 你如果觉得它遮罩 辨识度太小 你可以扩大一点 这样 那还有这个 这个呢 它预设是BF16 你不用BF16 那FP32 你电脑好再用 那不够好你就用BF16 或FP16 那我可以跑一次给各位看 这个工作流 插件作者非常的贴心 你安装好之后呢 这工作流 就会在这里面 这里有一个walk block 你把它 这个example丢进来就可以了 它范例图也都给你了 这样 然后呢 它这个插件呢 注意哦 它有这个模型要安装 在Google硬碟这里 你下载好之后呢 放到model 然后建立一个 KJr Button这个资料夹 建立这个 建立好以后呢 我有建立 然后把从Google抓下来的 这个模型呢 都丢进了 然后我来跑一次给各位看 主要呢 是这个优点呢 它吃的显除非常的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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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換過來效果 那我這裡呢就是自己新增了一個這個 我自己新增一張圖 然後我來釋放這張圖 這張圖都是我說的 你如果呢 這個是提示指衣服嗎 Shirt衣服 你如果呢 他這個衣服呢 就是你這個尺寸不對的話 這裡有肉的話 那他呢這個匹配過來就會非常的奇怪 我可以示範給你看 有沒有 尺寸不對的話 這個匹配過來就會非常的奇怪 所以建議呢 就是這個尺寸要正確一點 這個比較吃尺寸 這是他的缺點 那你如果用遮罩呢 你用遮罩畫的話呢 他才可以比較正確一點 這樣子的話 通常可以比較正確一點 那這個mask就不可以連過來 這個mask就要這樣連 這樣 我敢於說這一個就沒有公用了 那我可以再跑一次給各位看 那就是要這樣才比較有效果 然後因為尺寸不符呢 實際上是非常的奇怪 那因為這樣呢 那我還有介紹原生的插件 這一個 這一個呢 本來是這個作者獨立開發的一個功能 就是他這裡也有huggingface的演示板 大家可以在huggingface上面去嘗試 那然後就是說呢 他自己作者呢 也開發出來combiUI版本 這樣 那大家呢 就download這個 這個壓縮檔下來 解壓縮後 放到這個customer node 解壓縮後放到customer node 這裡 放在這裡 然後這裡呢也有工作流 大家也可以下載進來 下載下來 然後丟進來就是這一個 我先把上面這個 忽略 好這個工作流 丟進來其實也是一樣 他這個take image 這裡要丟進來 take image 這裡要丟進來這樣 一樣也是丟進來 然後這邊是參考圖 那他自己就會去把衣服很自然的換過去了 那要裝這一個 這一個插件的話呢 注意 你只要下這個指令 先開啟VEMB 再下這個指令 安裝這個9.5的版本 配入9.5的版本 才可以真的去執行這個 還有就是說呢 大家仔細看 他這個呢 SD Impension路徑呢 你裝好之後呢 第一次執行 他會去Hogging Face下載這個 Runway的Stable Diffusion Impension 那可是呢 這個Stable Diffusion Impension呢 這個呢 已經被SD團隊下架了 所以你是抓不到的 抓不到所以你永遠無法執行 那這就是我說的 為什麼我們要裝這個 你也可以不用裝 我只是兩個效果 演示給你看 你主要就是抓這個 Google硬碟這個 他這裡呢 在Google硬碟這裡呢 他這裡已經有幫你打包了這個 Stable Diffusion這個 Invention的模型 在這裡 所以呢 你只要把這個路徑 複製好以後 貼過來 有沒有 複製好 貼過來 這樣 這樣呢 他就會自己去執行你本機的Stable Diffusion 不會去Hogging Face抓了 這樣 那這個好處還有什麼呢 就是你可以指定 你只要換上半身 還是下半身褲子 還是全身 這樣 那我們可以來跑一次給各位看 這些參數都用預設紙就好了 沒有必要去更改 可以看到這個顯存值得非常的低 沒有很多 然後這就衣服換過來以後的效果 那如果說呢 你要像我剛剛說的換這個更改 他有一個好處 他是可以換的 只是下面有一點點問題 你必須要再去嘗試修正一下 有沒有要辨識好 上半身整個都幫你遮起來 然後他其實是可以換的 只是這裡呢 有一點問題 然後你可能要再修正一下 用Photoshop 還是Critel 這個其實都可以再修正一下 基本上就是這樣使用 然後還有就是說呢 這兩個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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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是 原作者做的Compify插件 一個是這個 WAP這個 做的插件 不建議兩個一起分裝 會 會有一點點報錯 可是不影響 還是可以執行 所以呢 兩個只要裝一個就好了 大家自己決定要去裝哪一個 然後參考的這個衣服呢 建議一定要就是 單純的衣服就好了 不要有人物那一些 就是單純的一個服裝 不管是衣服褲子 這樣 這兩個插件就介紹到這裡